就算差點撞牆 還是繼續衝 他被追上 騎士立刻改變戰術 把車丟了 往防火箱鑽 還以為人已經跑遠 但遠景追上去 發現他已經被民眾壓制在地 逃跑原因就在外套的紅包袋裡 好幾隻海螺鷹針頭跟屍打完的殘渣 會穿幫就因為幾分鐘前做了這件事 你等下靠右邊停車 為什麼 機車使用手機啊 沒有啊 我就看一看一看 46歲陳姓男子早上9點多 在板橋漢山溪路違規被抓 叫他靠邊停 他則硬鑽進兩輛機車中間加速逃逸 還一直轉頭確認遠景有沒有跟上來 雖然這個嫌犯他熟門熟路 刻意往小路跑 但他沒有預料到的是 這個巷子出來就是一個大馬路口 被追了800公尺終於落網 而這時候警方發現原來他騎的這輛車 還是當天清晨偷來的 沒有看到他追進來 可是我看到他們就跑出去 聽到聲音出來 就跑出去 然後騎他警方就過來這邊追 陳姓嫌犯隨地竊車逮捕 車主接到警方電話 才知道車被偷了 好險有民眾建議勇為立刻攔截 他這一跑沿路闖紅燈 騎車滑手機發單 恐怕加一再加一 體列新聞蔡明信吳雅新北報道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 請支持TVBS